去年的TGS东京电玩展上 释迦一口气公布了《如龙8》 《如龙7外传 英雄无名》 和《如龙维新奇》三款游戏 正传 外传 重制版 全方位覆盖 让系列粉丝看了个薄 前段时间《如龙系列粉丝》 熟悉的一项传统活动也如期进行 一场为游戏新作的 神士厅夜店女招待选角的试镜活动 虽然是试镜 但是和影视或其他游戏作品 秘而不宣的制作流程不同 《如龙》系列的试镜 不仅办得大张旗鼓 还追求各种节目效果 最后还会被制作成视频节目放出 不管是百万粉丝视频的博主 前中国偶像组合成员 女子摔跤选手 或是占到总人数三分之一的男性报名者 都让这次试镜看上去 像极了一档综艺选秀 而这场综艺的合格者 将会赢得100万日元奖金 同时获得出演《如龙7外传 英雄无名》 《神是听女招待》的机会 以及《未来如龙8》的出演权 至于报名条件 他们摆出的门槛低到几乎没有 有没有经济公司不重要 什么国籍也不重要 有没有夜店女招待的工作经验更不重要 只要你现在住在日本 年龄超过20岁 都可以报名参加 也正因如此 才让参与其中的参赛者 回归了超级女生这类草根选秀时代 一样百花齐放的感觉 就算已经把几千人筛选到几十人 进入到视镜环节的选手们 依然不发节目效果 比如在这场活动里 能看到日本女子摔跤选手 Cosmic Andrews 穿着摔角制服的身影 虽然和竞选夜店女招待没有太大关系 但她还是在现场的才艺环节 表演了一段急性摔角 而另一位前偶像团体的女演员 在被问到她有什么独特才艺的时候 给出了可以性感的 吃任何一种糖果的诡异答案 于是评委找来糖果 让她现场表演了一番这个特殊技能 在日媒的描述里 提到这个演示的场面 要比想象中极端的多 所以报道中省去了具体的描述 只附上了一幅 评委给她喂糖果的背影 一供想象 可能你们已经注意到了 虽然世家要招的是夜店女招待 但选拔过程 却没有限制演员的性别 因此 在最后几千名的报名者里 有三分之一 都是想成为神势厅女招待的成年男子 尽管已经进行了严格的筛选 可还是有男选手杀入了这场试镜 这位突出重围入选的男选手 名叫金田祥太郎 虽然自我介绍是一名公司的普通职员 可是从她一头飘飘长发和一身女士服装 也能看出她的不普通 她的特别同时也体现在爱好方面 平时最爱做的事就是考证 取得各类不相关职业的资格 比如基础信息技术源 化妆品的检定资质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爱好 才让她也想来体验一下 虚拟夜店女招待的生活 虽然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 如龙工作室的负责人 恒山昌义承认 没有限制男性报名应该是一个错误 但毫无疑问 她给这场试镜带来了更多节目效果 熟悉如龙的朋友一定知道 如龙里众多角色的真人脸膜 一直都是系列的一大特色 比如仅在如龙6这一款作品里 你就能集齐北野舞 小丽寻和藤原龙野这样的豪华阵容 而从初代如龙开始 游戏里的夜店女招待 也早就开始使用真人脸膜 虽然在PS2时代 由于性能限制 能把角色和演员对上号 并不容易 但也算是在系列的诞生之初 就定下了基调 到了次年发售的如龙2 宗道峰和马美尤真 几位前AV女优的加入 出演了神社厅夜店的女招待 更是增加了一个宣传噱头 邀请AV女优出演 也就成为了延续多部作品的又一传头 直到正在制作如龙4的2009年 世家终于意识到 神社厅夜店里这么多女招待的演员虚伪 或许并不需要都请大明星 于是给大众公开 为游戏脸膜选角的公开招募活动诞生了 从首届活动开始 如同系列的选角 就走在了选秀的路子上 尽管海选阶段没有太多曝光 只有简单几张图片 展现了制作人明月 任阳等人的挑选过程 但是从1500多人挑选出16强后 整场综艺算是正式开场 16人经过拆分打伞 被排列组合成几个小队 分别安排去参加各类不同的活动 有人被安排去泡温泉打乒乓球 解锁了他们更多的着装和仪态下的新皮肤 有的被安排去占卜师处看首相 进一步展示成员的性格 还有和夜店相关的项目 那就是去世家的线下店里 体验夜店版大头照机的拍照功能 拍出来后 系统会给每个人设定相应的 指名费站立卡牌 这里的站立包括 以女度、大人度、公口度等等 还会标明点你进行招待服务 到底需要多少额外费用 除此之外 节目里还有去坐过山车 去品尝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观察反应 和真的夜店女招待聊天等各种活动 目的都很明确 就是更加全面地展示候选人们的魅力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毫无疑问就是选秀偶像出道前后的团宗 在65集游山玩水的最后 还有一场残酷的十六近期仪式 十六名选手按照名次依次倒序出场 从第七名开始才可以获得出道位 顺利成为如龙四里神是听的一名NPC 值得一提的是 这期节目的名字也和选秀如出一辙 叫毕业典礼 在后来几届如龙的女招待选角里 节目组还推出了不少新赛制 比如将候选人分成几队PK 或者给小队加入地狱元素 打出五成美女大比拼的口号 而到了今年 视镜依然套在选秀的壳里 但不论是选手观众还是制作组 都明显感觉到网络时代所带来的不同之处 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 如龙系列这些夜店女招待选举 总是带着巧妙的宣发意图 它避免了适得其反的过度宣传 又填补了宣传空窗期 给游戏带来更多供人体验的谈资 特别是这类与游戏内容契合 带有浓厚风格的活动 还可以让更多路人了解作品的特色和调性 而除了招募女招待 2016年如龙集刚发售时 世嘉还在歌舞伎厅旁的新宿站 随机抓取一名幸运路人成为黑帮大佬 被抓住的幸运儿被请到活动现场 然后被两对西装革里的小混混夹到迎接 最后再有一位妈妈桑送出礼物 当时的这场活动就吸引了大量围观 在被拍成广告后 也在网络上热传 不少人也因此见识到了 如龙游戏里的歌舞伎厅和黑帮元素 而到了最新一届的女招待选秀 不仅活动本身带有宣传属性 选手们也大多自带流量 他们不再是毫无经验的素人小白 也同时是节目和游戏的带伙人 特别是随着自媒体影响力的增长 不论是游戏的粉丝 还是参与者自己的粉丝 都可以成为这场选秀的潜在受众 展现自我 宣传游戏 吸引粉丝 三合一的机会也吸引了不少 想获得曝光的演员 比如国内女子偶像组合 1931的成员黄奕琳 也出现在了这次市场现场 还有前面提到的女子摔角选手 前女团偶像 大概也不只是冲着游戏NPC的出演机会而来 不过由于如龙风格所限 相比于演技 这些演员们比拼的 更多的还是自身的性感天资 包括前面我们提到的吃糖的演员在内 不少参赛者 都是在网络上走擦边风格的写真艺人 这次市镜的定装照 可能已经是他们在社媒上尺度最小的照片 在市镜现场 还出现了一位身穿破洞风服装的TikTok博主 风格也一目了然 形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显而易见 当演员个人风格与如龙神势厅的特点契合时 由于受众群体的高重合度 出演夜店女招待的机会 当然就更有吸引力了 尽管还是以外貌来决定脸膜的人选 彭山昌毅在接受采访时也说 传统的实景模式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 他说自如龙六第一次参与选秀评审 已经过去了六年 而今年则是他感觉最有趣的一次 因为选手大多有自己的账号 不用在现场追着那些无聊的基本信息 只要看看社媒账号 就足以建立起基本印象 这样才能在视镜中 让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风格表演 展现自己的特色 不过即便是原版的模式 也不难算作传统的吧 而作为如龙传统的宣发模式 如龙维新吉也一如既往的 发布了亚洲大使宣传片 请来的演员则是波多野杰一 陶乃木香奈 小苍油菜三位业内顶流 被广大网友戏称为 如龙最正能量的视频 引发了大量关注和好评 站在如龙游戏宣传的角度来看 能意识到传统形式有些过时 不断的推陈出新 不断的推陈出新 整出点新活好活 让大家热闹热闹 也算是在越发死板僵硬的互联网宣传中 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正能量 相信只要如龙系列不倒 制作人也一定可以整出更多的新奇 毕竟不论选秀办得多热闹 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帮游戏赚毒吆喝